他自立於熱心於教學上面 也熱心於說在建築上面的那個自立 那以下這些比較繁瑣的是他的一些作品 他除了有國立羅馬博物館以外 還有阿托卡火車站的針見 巴塞龍蠟大道領導的商業中心 那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反倒我是拿他的那個火車站 這一個針見的部分來談 這個約計是在二十年前的案子 可是在二十年前他就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一個在火車站的地方 照理說是一個交通非常繁忙 人擁擠甚至於說是車水馬龍的地方 那在這樣的地方 為什麼他會有那樣的想法 來改這樣的很不同的一個設計感 他把旅遊 人在等火車 人生交雜 然後甚至於疲累 甚至於打罵小孩 那種地方結果他把他坐著 非常讓人家覺得休閒而且舒服 那這個他是整建工程 所以基本上他早期的那個建築 他是也是紅磚了 那他在中間增建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大拱形 那其實做大拱形 他是一個很好的立備 在建築物裡面他是一個很好的立備 可是在這個繁雜的地方要做這樣子的修整 又要在有時間限定的程序上來完成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你一個車站只要關閉多久 你看會帶來多大的那個不適 那他的那個設計背景 是這裡有講到 他是通往葡萄牙跟西班牙重要的 那這裡聚集了人 汽車 火車 以及高鐵 那這種動線其實是非常繁瑣 就像台北車 你們去過台北車站嗎 台北車站他結合捷運 結合了汽車 那又結合了高鐵跟火車 其實他的層次也是很複雜的 可是台北火車站並不會讓你想 真的在那邊多坐幾分鐘 除非你要找路找不到 但是最近有改善 最近會讓我想到說 在台北火車站可以找到好吃的 他現在是有改變的 那設計的內容及手法 我們來看看 因為他的外觀本身就是紅磚牆 所以他的也引用了他部分的元素以外 然後我們看到這裡 早期的建築物在國外 他是強調大的柱子 他們認為柱子是一種美 從以前到現在都認為柱子是一種美的表現 是一種立的表現 而不認為像我們台灣都一定要把它藏起來 裡面不可以有牛 裡面不可以跪什麼 他們沒有這些機會 那在這個大圓拱的時候 他們用了一些玻璃來做透明化 甚至於在這麼繁雜的地方 他的建築物還是保留他以前最古老的基本樣式來做 這個修正的時候是可以做到結合的 那國外人他們把這種圓拱形的東西像真實在男性 也就是帝王 所以他們還有他們國家的特色 那在這種古典的那種風格裡面 可是他卻用了很多的鋼筋 他用了很多行架 用了很多金屬 用了很多玻璃 可是他又在這麼繁雜的一個 很中空的地方 除了這個大時鐘之外 還有各個路標的指示之外 你會看到說他做到了把室內 把那種熱帶植物帶進室內 帶進這種公共大型的裡面的溫室 那甚至於他為了製造這些 他還是在怎樣 他有搶水系統 他有細心的在照顧 那還有加上自然光源透過來給植物的 從那個樣子 你看變成這樣一個很大型的綠色叢林 那這個綠色叢林旁邊卻有很多椅子 是讓人家坐下來歇息的 整理心理和杯咖啡吃個飯 其實在旅途當中 車與車之間其實找騎士真的很不方便 有時候火車來到這裡 可是你下一班車有可能是一個半小時之後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左右旁邊 他們有很多的圖書館 用小型 不是圖書館 因為小型的書局供給大家 所以他在你看 他在那個大廣行裡面 他做了局部的洛空 然後在這些洛空跟行架之間 他做了很多自動噴傘 有一些是在地面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一個在室內的地方 又能夠這樣子 其實在20年前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這是他的創舉 這是他的創舉 然後你看到行架 那時候早期的行架不是說都很粗的 但是相對他是非常綿密的 他為了讓他不要覺得有很大的壓迫感 所以相對的他是比較細的行架 然後再加上如果到了晚上之後 他的燈如何來做大燈 那這裡看到的是你看 很像是在失望 他跟我說的那個圖書館基本上有點像 因為我就希望把樹下看書那種感覺帶進來 好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幾乎行李就放在旁邊 然後就在這個叢林的下面 自放了很多椅子 有沒有看到 自放很多椅子 讓人很舒服的就在這邊可以等待喝咖啡 消磨掉那些時間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大輪詞 他這個設計 我覺得在20年前是非常不簡單的 你看他車的航班 他們不像我們是一個月台兩個月台 有沒有看到 他幾乎有四到五個列車 非常繁瑣 然後這是從他各個角度來看 他這一個室內叢林的做法 那植物料在那裡能夠生存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那他的另外一個作品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什麼龍馬博物館的話 你會發現早期的博物館就是這樣 不像那個安同東雄一樣 他正在用玻璃為謀 可是這也有他的特色 他的設計裡面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基地是在古羅馬的省都裡面 那這個地方 他其實階梯跟居院他是比較多 所以這次是古橋較多 寺廟較多 那我們要去想 除了基地環境以外 我們常常去評估 基地環境還平良一樣的事情 那裡的氣溫到底如何 那我們要用什麼材料來讓這個建築物 能夠保存非常久 還有一個就是垮居的考量 因為一個很大型的博物館 常常需要什麼? 空間 我們常常看到我們的故宮博物院 他陳列了非常多的東西 照理說 其實一個展場要漂亮 他需要的是空間 而不是塞滿東西 對 不是一個展場裡面 哩哩碎碎白很多 講他的歷史 其實那樣子沒有幾個人會看 可是相對的 你當你的那個空間流夠的時候 其實他跟要視覺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裡有講到說 每一個設計師裡面 他來講這個設計的那個什麼 碧爾鮑科的那個 古格蘭博物館的時候 他是在講說 他是非常前衛跟狂野的 然後在這裡他不是 他是非常古典的 他有高雙的 五頂 他有非常巨大的著面 可是在這樣的地方 怎麼樣去做展覽 怎麼樣讓展覽品在這裡不渺小 而且又會讓人家感受到 那種藝術的創作生命 你會發現 在這些廊道的當中 在柱與柱子間 他們的藝術品是有分的 例如雕塑品就會是成立在這種地方 所以這裡陳列的是雕塑品叫多 甚至於是大型的雕塑品 然後在地面上 你會發現 就因為有這樣的環境 所以這種雕塑品的生命 他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看那種博物館 其實每個博物館 他的建造是有不同的意義 他會去看他的收藏品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去看他們的基本條件是什麼 你會發現像同樣這樣子來看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裡的光可以見光 而且見光的時候灑落在這種 雕塑品上面的時候 他會帶來不一樣的視覺感受 我們打光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是他的廊道 他的廊道有做了一點點 你看他的設計內容及手法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在博物館內上位興建之前 美里達士所挖掘出來大量羅馬時期的文物的時候 只能收藏在一個老教堂裡面 那新的博物館完成之後 不但擁有寬敞的展示空間 也提供專業的清理及修復設施的 那個賦予教育意義的那種講堂與圖書館 那基地的位置 所以會選於這個地方是希望 將博物館與附近的陸天各具 還有古羅馬原柱的競技場 結合為一體 那這是他設計的基本理念跟位置 那收藏的古物這壁物會有局部 但是一般提供這種本身的展示的時候 會透過建築物本身的形態構成什麼 建造工法 使這些物品有不一樣的文化含義 那這些的專才還有他的那個拱壁 在這裡反而很凸顯這些古羅馬時代的那種文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透過光 為什麼我們不要紫色光 為什麼我們剛看到那種在哪裡 在安藤中璇的時候 它為什麼要由天上來打光 而這裡要用地面來打光 其實建築它有不同的含義 例如地面打光它不希望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作品 但是它又希望能夠當地貢獻 但是為什麼在靈多塔的時候 在廟宇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是由上面那座打光 因為會給人家崇尚跟追求 所以打光的技巧不同 位置不同 它給人的感受 那種生命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樣的 還有這裡講到說 它拱壁的交錯所形成的空間 然後這些看起來不是非常有生命的地方 可是它的廊道會給人家什麼 栗子優遠的感覺 那壁面的這些畫 就會給人家是一種爽高的感覺 所以在古文物的展覽的時候 常常會去考慮古文物它展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要什麼去表現它 讓他讓參觀者一進來 他的感受是能夠完全一下子就能夠 知道他壁面所表現的 是在怎麼樣的一個狀況下 他這裡講到光線與空間的精彩對話 其實這個就是 在這麼幽暗的地方 結果要經過這麼長之後 那古文物在這裡 其實它這裡是有光的 那會讓人家覺得怎麼樣 中國 中國不是有一個什麼 柳暗花明右翼村的那一個 那個博物館它也是延伸了中國人的一個精髓 來去談論這一些 只要談到比較多內涵的東西 大部分會沿用很多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用 我們也會看到其實那時候做設計的人 常常是這支筆記 黑白歪 今末不知道在歪什麼歪 歪歪 比較開心去做修正 其實那個都是在構思的過程當中會形成的 所以我們塗鴉有時候看起來大家會覺得 你是在歪什麼 以上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有空真的去看看這些地方 謝謝